当然是去蒙眼星 找氧气果 做染料 做公主床 和大猫的公主床 我觉得这不狗粮 应该会让大家都 员了吧 目前比较及时的问题 就是这些传送舱 都是一级的 我必须去找到二级 才能去蒙眼星 我们去看一下 呀 怎么都是一级的呀 这个空岛被扎成这个样子了 等等 我好像看到有一个商人了 你们猜一下 我用了多少个星星拟合 才刷新出了升级元件 我的天哪 现在地线 赶紧买了去蒙眼星吧 大猫已经把这里 垫了一个小平地 这样子我们再传送到这里 不会直接掉下去 只会自己选择掉下去 行了行了 传送舱已经升级了 大猫 找氧气果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我相信你哦 军军完了 Bobby Cole了 我掉虚空里面了 这个72站有问题 啊 这样子呀 那我就去55站找氧气果吧 还好我聪明 氧气果我找到了 回去千万不要用传送君走啊 啊你不早说 完了完了 我也掉虚空了 这果然是一个坑人生存 呀哈 我的双人公主床终于出罗那 让开各位 我要开始 砸狗娘了 做一个我和大猫的专属小卧室 大猫这个懒虫居然已经躺上去了 过说实话 这生存的确是完了内 陷阱真的是防不胜防 所以我也赶紧躺下睡觉吧 大猫说发现了一个宝藏 哇 我也来看一看 天呐 这箱子里面全是之前的宝藏物资 没事 我是好人 我们要把这些物资 运到我们的大房子里面去 好啦 俊俊和大猫的精力生存 就要到此结束了 我们的下一榜是小叶 希望你能够玩得开心哦 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我不做陷阱呢 俊俊想说的是 这狗娘的杀伤力 比陷阱大得多呢